前文再續的書接上一回 說著鄧雅芒告訴法利亞長老聽 那個助理檢察官燒了那封拿破崙 叫他送去巴黎那封信 法利亞長老說 這種做法太過分了 那封信是送給誰的 鄧雅芒說 送給樂泰先生的 地址是巴黎高海龍路十三號 你古早利檢察官燒了那封信之後 他可以有什麼好處呢? 很可能他有好處的 他觸控我很多次了 叫我絕對不要把那封信的事 講給任何人知道 再三說我聽 他這樣忠告我 完全為了我好 他還以我發誓 他不像路口信是寫給誰的 諾泰 諾泰 大革命時期 也有一個人叫做諾泰 他是一個吉倫特黨徒 你那個作為你檢察官姓什麼的 叫做什麼名字? 他姓韋 叫做韋傑拉 但是法利亞長老 哈哈大笑了出來 鄧雅蒙很驚奇地看著他 最後鄧雅蒙說 你笑什麼? 法利亞說 你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我已經看得清清楚楚了 唉 你這個可憐的傻瓜 你知不知道這個諾泰是誰? 鄧雅蒙說 我不知道 那個諾泰就是韋傑拉的父親 簡直是晴天霹靂 鄧雅蒙好像傻了 他用雙手握著自己的頭 自然自語地說 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 法利亞說 是他的親生爸爸 他的姓名 就叫做韋岳太 在這一撒拿間 好像有一扭明亮的光線 射凳雅蒙的腦海 以前模模糊的事 已經看清楚了 他們法利亞說 我要回去 我要一個人 將這些事情再想一想 話說鄧雅蒙回到自己的黑爐之後 就躺在床上 晚上 肉桌送飯來的時候 只應他雙眼發直 彈在臉上 好像一瓶石像 搶著動都不動 他默默無然地想了幾個小時 終於他下了個決心 法勢一定要復仇 突然間 法利亞來找他 原來是來請他一起吃晚餐的 因為肉桌認為 法利亞是個神經老 而且非常有趣 所以給他麵包的質地 就比較好一點 也白一點 而且禮拜那天 還可以給他一些酒喝 這一天剛剛是禮拜 所以法利亞就來請鄧雅蒙去分享他的白麵包和酒 鄧雅蒙跟著他去 現在鄧雅蒙那種緊張的表情沒有了 已經恢復常態 但是有一種剛強嚴肅的神情 法利亞看著他很久 然後說 我現在很後悔 後悔幫你查根問題 替你查明了那些事情 鄧雅蒙問 為什麼呢 因為在你的心裡 又有了一種新的煩惱 復仇的煩惱 鄧雅蒙苦笑一下說 我們講另一種事情 法利亞看著他 另一邊 然後他們坐下 法利亞就開始說 上至天文 下至如蟲花草 說得頭頭是到 他的說話充滿著哲理和超人的智慧 真是字字朱姬 鄧雅蒙很驚奇 很佩服地聽 他在法利亞的談吐之中 獲得很多有用的啟示 開發了他思想上的新天地 他受過的教育不多 面對著這位滿腹經論的老人家 覺得非常慚愧 同時又十分興奮 他說 你一定要把你懂得的東西教些給我 我知道 像你一位這麼有學問的人 實是不想有一個 好像我這麼無知無識的人做盤的 只會討厭我 你答應教我 我一定不再提起 淘酒兩個字了 法利亞說 好啊 我教你了 其實 人類已經知道的知識 是很快就學得到的了 至多兩年 我就能夠把我知道的學問 心得傳授給你了 兩年 你真是相信我在兩年之內就學得到的了 你教我些什麼先呢 我真是想快些開始啊 好 於是法利亞 鄧雅蒙就議定了一個教育計劃 決定第二天就開始 鄧雅蒙有種不可思議的記憶能力 而且理解力也非常驚人 一學就會 意大利語 他已經懂了 希臘語 是他地中海東部航行的時候 零零碎碎學會一些 憑著這兩種語言的幫助 了解其他各種語言的結構就容易了 所以在六個月之後 他已經可以開始講西班牙語 英語和德語了 正是光陰似賤日月如梭 眨眼就過了一年了 鄧雅蒙已經是一個新人了 又過了三個月 有一天 法利亞問鄧雅蒙說 你覺得自己夠不夠強壯呢 鄧雅蒙立刻拿起那把狀 將它咬彎 咬得好像一個馬蹄形一樣 然後又容容異異將它咬直 法利亞想了一陣子就說 你雖然遵守諾然 沒有提過逃走 但是我呢 就考慮了很久了 你肯不肯答應我 飛到最後關頭 決不傷害那個哨兵呢 鄧雅蒙說 我用人格來擔保 這樣 就或者可以實現我們的計劃 我們要多久才能夠完成那些必要的工作呢 至少一年了 我們馬上開始了 是,馬上開始 來,我把我的計劃給你看看 法利亞於是拿了一張他畫的設計圖給鄧雅蒙看 這張圖上面 畫了鄧雅蒙和法利亞兩個人的地牢 中間 就以那條地道連接 在這條地道上 他建議再畫多條地道 就好像煤礦裡面那些巷道一樣 那這條巷道就一直發到哨兵暫光那條走廊下面 到了那裡 就掘了一個大洞 同時要把走廊上面坡的大石滑鬆一塊 等到需要的時候 哨兵一踩上去 就會踏下來 那個哨兵一跌到到洞下面 就立即綁起它 塞住他的嘴 那個哨兵一跌 一定整個人都害怕 無力再反抗 那法利亞和鄧雅蒙就從走廊的窗口逃走出去 用法利亞的乘梯爬出去外牆 鄧雅蒙聽到一個這麼簡單 不過顯然有把握成功的計劃 高興到他猛地拍手 當日 他兩個人就開始挖行道 他們工作得非常努力 除了在規定時間 必須回去自己的黑奴等肉出來查房之外 就沒有其他事情來騷擾他們工作 他們的活動從來都沒有被肉捉發薄 他們一直挖了一年多 他們的工具 只是一把掌 一把刀仔和一條木棍 同時法利亞就繼續教鄧雅蒙 一次用這種語言 一次又用那種語言 有時跟鄧雅蒙講各國歷史 講各國時期那些偉人的傳記 法利亞是一個飽經滄桑的人 在當時的上流社會生活過 他的外表抑鬱而嚴肅 這一點 天性善於模仿的鄧雅蒙很快就學到了 同時又學到那種高雅的儀態 這種儀態 除非有機會經常跟那些出身高貴 很有教養的人來往是很難獲得的 他們挖了十五個月 地道挖成了 走廊下面的大動役員工 當少兵在他們兩個人的頭上度在度來度去時 他們可以很清楚地聽到少兵的腳步聲 他們挖地道時 既然提到了木柱 鄧雅蒙用這條木柱來捡住石頭 想它掉 鬆開這條木柱便可以 法利亞在鄧雅蒙黑盯裡削了一個鈎 是準備掛整梯使用的 突然间 邓雅芒听到法利亚叫他 声音听得上来很痛苦 他急着返黑路 看到法利亚站在房间中间 面色苍白 额头流着冷汗 两只手都出力地握起 邓雅芒大气一惊 哎呀 什么事啊 你见得怎么样 法利亚说 快点 快点 你听我说 法利亚已经是面无人色 雙眼周围又青又黑 嘴唇黑晒 头发蓬松 吓得邓雅芒 握着那把肘子都跌在地上 什么事啊 法利亚说 我不得了 我得了一种可怕的病 或者会死 我觉得 马上就要发作了 我在入浴前 前一年发过一次 这种病 只有一种药可以救 我告诉你 是什么了 你快点去 去我的黑炉 拆开一只床脚 你便会看到床脚上面有个孔 孔里面收入了一个瓶子 里面有半瓶红色的液体 你 你又将那个瓶子拿来给我 不行 不行 我在这里 或者会被人发觉 不如趁我还有点力的时候 你扶我回去黑炉吧 谁知道我发病的时候会发生 你发生什么事呢 邓雅芒还是十分镇定 他拉着法利亚 捐入地道 然后将他半拖半扶 弄他回黑炉 然后抱他上床 躺下 法利亚手脚都震了 他说 麻烦你了 我得的是一种减缺病 发作得紧要的时候 我或者会动都不动 躺在这儿 好像死了一样 不过 我又会叫的 说不定 病症会剧烈得多 会使我臭筋 口吐白活 不由自主地大声地叫 最重要的 就是提防我叫 如果我的叫声被人听到 他们就会将我转移去地区 那我们就会永远分开 见不到面的了 当我变成动都不动得 冷冰冰 硬挖挖 好像一个死尸这样的时候 你要记住 一定要及时 但是千万不要过早 用我撞 叫开我的牙 将军里头的药水 滴八滴 至多十滴 落我的喉咙 那或者 或者我会恢复过来的 或者就 你不会的 你不会的 救命 救命 我 我 我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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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力 一句说话没说完 就全身抽筋 猛按阵 双眼珠凸出来 嘴尾在一边 臉变成紫色 厚肚白活 点来点去 他还帮命地叫 但是 邓雅芒连忙 用皮丹 盖着他的头 面致被人听见 这场发作 持续了两个钟头 然后 巴利亚又抽了纸巾 面无人知 这样昏了 邓雅芒等到他完全不动 好像就来死了 这样才拿起床 叫开他牙 小心翼翼地 把这些药水滴了十滴在他的喉咙 于是就等结果 等等等了整个钟头 法利亚毫无骚醒的迹象 等一看怕 他把落药落得迟过头 再等了很久 终于法利亚的面燃出红色 又翻知觉 他小小声地叹了声 又气无力地挣扎了一下 身体移动了 邓雅芒高应到叫出来 他生回了 他生回了 法利亚还不能够说话 只是显得很心急 用手指向门口 邓雅芒听一听 啊 欲触的脚步声 原来那时候 已经快七点钟了 邓雅芒为了救法利亚 都不记得了时间 他飞快地跳到地道入口 仔细地用石头的洞口遮住 快快赶回到他那间黑炉里面 他刚刚将一切都搞妥了 欲触就开门了 欲触中晚餐摆在桌上桌上 看到邓雅芒坐一张床树 也没理他就走了 邓雅芒都不等 那个欲触的局部声听不见 急急忙忙就回到法利亚的黑炉 法利亚的神态已经完全恢复了 不过就四肢无力地躺在床树 他说 我想不到还能够见到你 邓雅芒说 为什么会见不到呢 你认为会死啊 那就不是 不过逃走的准备 都做好了 我以为你会走的 邓雅芒生气得面都红了 但是他说 你真的把我看成这么卑鄙啊 你以为我会掉下 你不理就走了吗 现在我知道看错了 唉 这场病将我搞到筋疲力尽 衰弱到不堪啊 不要紧的 高用点啦 你的气力就会恢复的 邓雅芒一边说 一边彩虹床树 他拿着法利亚 用冷冰冰的手 慢慢摸摸摸摸摸 法利亚另眼的头 他说 上次发病的时候 只是发了半个钟头 发作完之后 我除了觉得很饿饿之外 就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 我可以自经起床 现在 我的右手右脚 都不能够动了 我的头好云 表示有很多血 谷了他的脑树 这种病 如果再发一次 我就会整个人 瘫痪了 要不呢 要不就会死 邓雅芒说 不会的 你不会死的 你第三次发病的时候 如果真的要发作的话 你已经自由了 那时候救你就容易了 因为必要的药品 和医生 我们都有的了 唉 阿芒 不要这么傻了 你 先头发那次病 已经将我判了 无期徒刑了 不能够走路的人 是不能够逃走的 好了 我们可以等一个礼拜 等一个月 如果有必要 等两个月都无防 那么在这段期间 你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了 只要你觉得能够游水了 我们就定那个时间来逃走 我是永远都不能够游水的了 你这只手 已经麻木了 永远麻木了 你给我举起他 看看他怎么样下来 就知道我没有说错了 邓雅芒举起巴尼亚的右手 一松开 手就碰 地跌下来 邓雅芒不由自主地 吐了个大气 巴尼亚说 现在你信了吗 阿芒 我自己的事 自己知道的 这种病是我的家庭遗传病 我的父亲和祖父 都是因这种病死的 这种药 已经救了我两次命 是医生给我的 医生说 我亦会因为这种病死的 医生都会错的嘛 你的手不能动 跟他们逃走有什么关系 你不游到水 亦没有关系 我可以背着你游 我们两个人一起逃走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请你下回分解